到19世纪晚期被禁止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原因的分析里面 我们最后讲到这个非洲啊 黑人的反抗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环节 那么现在有关这个方面的文学题材 是比较多了 文学题材是比较多了 那么现在史学领域 研究的呢 有关这个非洲黑人的反抗啊 更多的时候研究的我们讲是比较细一些 包括我们讲的某个种族园里面 在这个拉丁美洲某一个种族园里面 非洲黑族的反抗 这些以前的状态里面都有欺负 都有欺负 前几年 这个英国它这个议会档案呢 也是简历了 也在网上也公开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这个研究这个英国议会 对努力贸易的态度 主要是在这个议会里面这个 也是辩论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方面的资料呢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那么下面我们这个分析 持续400年黑奴贸易的影响 那么努力贸易 对人类社会啊 影响是非常大的 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影响 这个美国总统 美国前总统布施 他曾经讲过 这是一场历史性的重大罪行 历史性的重大罪行 范如的诗之 是在出售和摧残 人类的尊严 人类尊严 这是他在这个 斯利加哥里岛 参观了以后 在现场啊 他在讲话 讲话 那么以前克林顿呢 也讲过 也讲过 但是呢没有故事讲的这么严重 是历史性的一个重大的罪行 重大的罪行 范如的诗之 是在出售和摧残 人类的尊严 那么这个我们讲的 实际上是努力贸易啊 黑奴贸易的影响一个方面 那么这个努力贸易 对于非洲 对于欧美国家的影响啊 应该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教材里面 专门有一部分 有一大段落呢 是讲到黑奴贸易的影响 黑奴贸易影响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教材 自己去看一下 那么这里我稍微呢 给大家再理一理 再理一下 那么对非洲来说 过去我们传统讲啊 是起了破坏性的作用 对非洲大陆 影响是非常大的 首先 是带了极大的人口损失 和造成了严重的物质破坏 人口损失 和物质破坏 那么这个主要表现在 400年的黑奴贸易 给非洲造成了大约是 2.1亿人口的损失 400年的黑奴贸易啊 给非洲的人口呢 造成了大约2.1亿人口 这个损失 那么大家如果在看 其他的这个书的时候 发现这个数字 可能不一样 有的比较少的 只写了几千万人口 非洲造成损失 几千万人口 那么这个2.1亿 怎么算出来的 它是包含 在利鲁战争里面 被打死的人 利鲁战争 在非洲啊 这个利鲁战争里面 被打死的人 在运输过程里面 在运输过程里面 死亡的人数 死亡的人数 那么这个比例呢 有人说可能在 1比5以上 1比5以上 也就是说 成功的运输一个黑奴 到美洲去 到美洲 或者到这个世界其他地方 那么死亡的 像匹配死亡的人数 肯定是5个 死亡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在19世纪末 这个有英国人啊 在非洲有一个古国 叫贝宁 今天是在尼尼亚这地方 不是有个贝宁 这个共和国 这样不是一回世纪 在贝宁王国这个 旧址的地方呢 发现啊 树上啊 还挂了一些 死人的一些 骷髅 骨头 尸骨 那么在这些村头的广场上 还发现成堆的人的尸骨 人的尸骨 那么这个主要就在 利路战争的时候 把青壮年 能够卖钱的 之前的呢 这个黑人就抓走了 那么恼弱病残呢 就集中到一起 把他们杀害了 留下的一个重要的无证 这样无证 所以这个造成2.1亿人口啊 这个损失 它是这样估算的 那我们讲 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吧 非洲大陆的人口呢 是长期是徘徊不前 黑龙贸易啊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重要的原因 那么曾经有人统计过 一直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也就是一战这个爆发前 非洲大陆的总人口 大约是两亿左右 是两亿左右 非洲大陆总人口是两亿左右 长期徘徊在这样一个数字里面 那么在座各位同学 师傅有哪位知道 非洲大陆现在有多少人 有没有同学知道啊 那么现在非洲大陆的人口 经过一百年的 恢复发展 那么现在呢 从这个免疫啊 经过到这个上个世纪末 二十世纪末的时候 就达到九点六亿 九点六亿 那么现在呢 大约是将近十一亿 大约十一亿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非洲大陆的人口啊 这个增长非常快 所以这个有人讲 如果没有黑龙贸易的话 那么非洲大陆现在有多少人 无法想象 无法想象 那么在长期律律战争的过程里面 我们讲许多黑人啊 在这里面呢 丧尚生命 更多的我们讲 缺少一个稳定的人口增长的环境 所以动荡这个不安之中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人口损失 对它社会发展影响是很大的 非洲大陆呢 我们讲长期以来 是地矿人稀 地矿人稀的 那么许多城镇和村镇啊 回于战虎 特别是沿海的一些 过去的发展比较好的城镇 我们讲贝宁 这个古老的王国 也是在这里面呢 这个受到城中打击 许多的生产记忆是传 就是非洲人传统的手工生产啊 就是传了 是传 比如说也是手工的编绿 编织 这个非洲人喜欢呢 穿一些花布 以前用他们自己的这个麻布啊 这衣服 这个呢都是传 还有一个在贝宁这地方 做的青铜 青铜器啊 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 青铜器 是这个人窝啊 动窝的雕像 象牙雕刻 象牙雕刻 这在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在贝宁这些人们就不知道 这些东西怎么去雕刻 啊 我们讲这个也是在这个奴隶战阵里面啊 许多大量的工匠 这个被在这里面死掉了 或者是这个缺少寄成人 这个基因是传 那么这个是尼文斯顿 在他旅行的时候 巴心岛阿拉伯人啊 在把大量的黑炉 往这个沿海地区 所以奴隶宝呢 这个押韵啊 他这个画的这样的一个草图 那么从这里看得出来 这个人的奴隶啊 前后来都是用念条把拴起来 这个是 可看来当时是比较悲惨的 那么这是在大厢这个运送里 故城里面啊 一个运奴传的示意图 可以看得出来是密密麻麻的啊 密密麻麻的 那么在这样的密不透风啊 这样一个恶力的环境下 很容易发生各种疾病的啊 所以死亡率呢是很高 那么这方面现在也很多人 这个通过日记这个 这个疲务啊 这个很多人有证据了 好 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一个方面 对非洲人口啊 和他的物质的一种破坏 那么第二个人 从今生层面上来说 今生层面上来说 就是对黑人种族歧视理论的出现 对黑人种族这个歧视理论的出现 我们讲从18世纪下半夜 从18世纪下半夜开始了 在欧美是国家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这个反对努力贸易的运动 包括民间的啊 还有宗教团体的 搞得也是这个进奴的运动 那么还有一些人 是支持奴隶贸易的 支持黑奴贸易的 所以他们要为这些奴隶班子啊 要进行辩护 那进行辩护 那么辩护要有理由 是吧 要有理由 从当时的这个各种理由来看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 一是从宗教上 为努力贸易啊 进行辩护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所谓 从科学上来寻找理论根据 寻找理论根据 那么在宗教上寻找的证据 就是认为黑人 和黄主人和白主人啊 在早期人类产生的时候 它就不是同一个种族 是天生的 从这个亚当夏娃 这个后代 这个伊德热主算下来的话 天生的敌人一等 天生的敌人一等 那么这里是在旧业全书 创世纪第九章 第九章 有一段记载 就是罗亚的后代 罗亚的这个子孙啊 这个儿子呢 这个有一段故事 那么有一次这个罗亚 喝了酒 那么现在人们考证 可能是喝了葡萄酒 喝了葡萄酒 葡萄酒也对人 那么喝醉了以后 就吃剩奴体 躺在帐篷里面睡着了 那么江兰的父亲韩 看到他父亲吃剩奴体的样子 就在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 就是陕和雅夫 那么陕和雅夫进来以后 就拿了衣服 他在街上 他在他的父亲的街上 然后就退了出去 给他父亲就盖上去 盖上去 那么 这就是短短两句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韩和陕雅夫呢 是不一样的 他看到以后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把他叫他弟兄们一道 来看一看 他的父亲的 吃鲁铁样子 所以诺亚这个熊的酒以后 知道他小儿子做了这样的事情 就很生气 因为他呢 这个嘉兰 就是含了儿子了 嘉兰当受诅咒 并给他兄弟做奴仆的奴仆 也就是给陕和雅夫 做奴仆的奴仆 那么陕 后来就陕密特人 就到这西亚的地方 是吧 然后向东西传播 那么雅夫这个呢 后来就上西北方向 就变成欧洲人的事 那么据说 韩的后代雅夫 这个嘉兰这边 然后他就向南去传播了 到非洲去了 就是黑人的祖先 黑人的祖先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找到的一个 宗教上的证据 我们讲西方人的一些风基督教 把圣经看得非常非常高 对不对 就找到宗教上的一个根据 那么这一段 种族歧视的一个理论证据啊 在南非 后来发展的是最为完善 学多南非的这个 是种族主义理论家 就用这段话 有的人写博士论文 写博士论文进行论证 写论证 那么科学根据 因为在18世纪 这个晚期的时刻 逐渐流行 主要从这个人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当时荷兰的博物学家 彼得·坎帕 这是深处的年代是 1922年到1989年 他把白人 黑人 和非洲的这个语言啊 进行了对比 主要是头部 头盖锅做的这个对比 那么在这个对比研究这个里面 引用了燕面角的 燕面角的这样的理论 就是这个人的脸部 和他的额头之间的 这个燕面角 这个有一个倾斜角 倾斜角度 那么他认为这个非洲的黑人 这个倾斜的角度啊 与白人 差距比较大 他与缘 比较接近 缘比较接近 那么言下之一 就是说非洲的黑人啊 没有进化好 在智力上没有进化好 对吧 那么这个坎帕的这个 所谓的科学的这个根据啊 在当时呢 是风行一时 那时候我们讲是信奉科学 这个受到这个 启磨运动影响 他对信奉科学 所以很多人认为 坎帕来讲的是有道理 有道理 那么这个燕面角理论 认为非洲的这个黑人的 这个燕面角 更加激进语言 与白人的差距比较大 这个也就影响 他的这个智力发展 智力比较落后 那么现在呢 被证明呢 这是错误的 非常这个荒诞的 非常荒诞的 那么最近在很多方面 我们讲了 黑人的智商啊 是一点不低的 年轻的美国总统 都是这个 非洲黑人的这个后一 那么前面的这个 从克林顿这个时期开始 他的国务卿 也就是顾防部长 都是黑人 都是黑人 那么我从这个与黑人打交道 我感觉到他们的这个语言啊 这些语言的功能 可能比白人还要强 比白人还要强 曾经我们学校外伴 他们做过这方面的一个统计 就是这个白人也来了 欧洲人也过来了 然后从非洲黑人也来了 他们搞个语言班 坐在一起 那么黑人呢 有时候三个月培训以后了 语言三个月培训以后 他们可以上街 和我们中国人就简单的一起交谈 但是白人呢 还不行 就他们这个语言呢 这时候呢 成为了快些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种族歧视的 这个宗教证据 科学的根据 我们讲这个都是 詹姆朱小的 都是荒唐的 那么这是因为 所谓找出的证据 对于黑人 种族歧视啊 上市的理论层面了 就导致种族主义的产生 对吧 那么我们可能 私下里面 有可能与黑人 某一个人关系不好 对他们产生 这个也是看法 对吧 但是我们这样 这个与种族主义 种族这个理论的歧视了 这是有差异的 有差异的 那么这个种族歧视理论的 影响是很大 影响很大 对吧 这个我们讲 一直是到 从美国来讲 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一代 这方面的 朱镇镇的完全都 劈不掉 劈不掉 那么在古代 现在人们这个 通过这个文献啊 发现 在古代的时候 对于黑人呢 这个作为种族来看 没有一个歧视 没有歧视 现在我所找到这个证据 最早的 就是河马史诗 河马史诗 在座我们同学 有没有人看过河马史诗 伊尼亚特奥德赛 你们在上这个 世界古代史的时候 老师没有推荐 你们一定要看的 推荐了 对吧 这个也让我看一看 伊尼亚特奥德赛 这个是从古代希腊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那么在这个第二部 在奥德赛这个部里面 始终有一段 就是描述 尤尼比亚提斯 尤尼比亚提斯 这个人 他说 你气壳的荣艳 既壮严又悲哀 尤尔摩斯卷缺的头发 覆盖着你 低腿的头颅 尤尼比亚提斯 只有你宽广的心胸里 才能显示出 尤尼修斯 他自己的形象 那么对于 这个尤尼比亚提斯 是一个黑人 是古代希腊城邦里面 说明那个时候 希腊城邦里面的 这个军队里面 有希腊的一些黑人 这个是尤尼比亚提斯 其中之一 把尤尼比亚提斯 比喻什么呢 比喻尤尼修斯 尤尼修斯是谁 就奥德修斯的 这个奥德 在那里文明年 这是奥德修斯 奥德修斯 就是这个 最后这个托勒伊 托勒伊战争 最后的时候 很多圣尼嘛 使用木马记 大家可能知道木马记 奥德修斯 搞得这个木马记 所以他是古代希腊的 一个英雄 传说里面的一个英雄 所以把这个 尤尼比亚提斯 这样的黑人 歌颂到了很高的程度了 很高的程度 这是河马史诗里面 做反应的 那么到了15世纪 十六世纪的时刻 十五世纪 十六世纪的时刻 葡萄牙人 以及西班牙人 在非洲 这个内部的这个黑人啊 有许多我们家是带到西班牙 葡萄牙去了 尤其是葡萄牙 那么许多黑人 这个男子到了葡萄牙以后 与葡萄牙的白人的父女 和人就结婚了 结婚了 所以有的西方人就说 从人种学上来讲啊 现在葡萄牙人 很少有正宗的 纯的白人的血统 大量都是有黑人的血统 那么在英国实际上也是的 那英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 保守的国家 那么在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里面 也有这样的描述 就说明在18世纪以前啊 在西方 对黑人的歧视 没有上升到 一个理论的层次 那么对于非洲的影响 是不是完全的 就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破坏性的 那么从上市九十年以后 在我们国立这个非洲市区界 也有认为了这个努力贸易啊 也不能在对非洲影响 也不能够完全的 看成是负面的 在客观上 对非洲沿海地区 市卫经济的发展 也产生了一些推动作用 推动作用 那么所谓推动作用 主要在两个方面呢 一个就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就在黑炉买卖过程里面 在黑炉这个买卖过程里面 从早期的 一窝一窝 后来一户一户了 后来逐渐发展到使用户币 使用了欧洲的人的户币 进行的这个交易 所以这个商品货币关系啊 在沿海地区呢 得到发展 包括有些其他的习货品的买卖 买卖的搬拦起来 另外在买卖奴隶固权里面 有些非洲当地人 发财致富了 就通过把他的族人啊 或者其他族的人啊 翻为奴隶 从欧洲手里面拿到钱财 这批人呢 首先是致富 那么致富以后 到了19世纪的时候 把这次钱啊 有的人就转而投资到 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 资本主义企业 所以有人认为呢 这些人啊 的出现 是加速了当地的 一种社会风化 也是加速了 非洲村舍制度的瓦解 非洲村舍制度的瓦解 就以许原为纽带的 村舍制度了 他就瓦解 瓦解